现在我们留意到内地的新股 IPO市场基本上是穷重体 贵人三斤都是第一家上市的一个中小企业版的一个企业 那么同步来讲我们有留意到有一个新的政策 有一个政策的落实 基本上来讲所有公司上市的时候的10%的一个 所谓的上市新股份来讲都是划播给这个社保基金 在这种情况之下来讲 我觉得这个消息本身是中性的 但是我们同步要留意到的一点就是说 在这个划播的过程当中 基本上来讲都有若干的一个所谓出售的一个所谓限制 所以基本上来讲 我觉得在这个划播的过程当中 另外再加上整个所谓进售期的一个所谓出售的一个限制 这个对新股市场来讲 特别是要上市的一个新股来讲 应该是一个较为利好的消息 基本上来讲 部分的一些所谓新股的盘子里面 还是有一个所谓经受的一个限制 对市面上流通的一个股份来讲 那个数额有望可以减少 这个对股份往上升的一个所谓的压力 各方面来讲 还是会减少的 这个对股份推动作用来还是有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